裡面包什麼 包芭蕉 芭蕉種子 芭蕉喔 喔 好 謝謝 好 剛才看到這個不知道什麼東西 黃色的糯米飯 除了糯米之外 中間還有一個 不知道什麼 有點像超阿龜還是什麼 感覺真的是沒有種粿 甜甜的 但不知道什麼粿 老糯米就是糯米 不知道為什麼是黃色 聞起來沒什麼特別的味道 吃起來沒什麼特別的味道 大家有另外一個紫色的 不知道紫色的時候不一樣 太多飯了 不想吃買兩個 太薄了 味道很像台灣甜米糕 感覺是糯米飯糰裡面包甜米糕 滿滿的碳水 小蟲子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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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講太薄了 那你只是玩這個什麼都舒服 是什麼 粽子嗎 粽子 裡面包什麼 裡面包什麼 一個多少 二十塊 四塊 那一個 這兩個 這兩個是什麼 有兩個 這什麼 這個是 愛泥巴巴 好幾個 那這個咧 這個純糯米 純糯米 那要多少 這個四塊 三塊 七塊 再加總共十塊 總共多少 這什麼 這個麻原 不用不用不用 還有這個 不用不用 這樣多少 七塊 七塊 謝謝 謝謝 這什麼 這個是粽子 粽子 裡面包什麼 包 包芭蕉 芭蕉粽子 芭蕉喔 好 謝謝 好 我們現在在 帕迪農曼超市 不是 我們現在在 帕迪農曼市場 這邊還是有趕集 趕市的這個習慣 然後在這 哇 還麻煩耶 這是我們趕集 趕該 趕市 這四集 因為我們五天才有一個集市 所以你要算好時間啊 有時候你可能也不知道是哪一天 要問當地人 還好壞耶 在網路上看到一個網站 哇那個網站超屌的 就是整個大陸的地區 然後每個城市 每個省份 什麼時候有趕集 那上面都有 然後這四集什麼都有啊 什麼都有 什麼都賣 什麼都不奇怪耶 但其實也沒看到什麼特別奇怪的東西 那個賣菜啊 賣肉 賣魚 然後賣一些小吃 還有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因為這邊離緬甸近 所以就會有一些 太緬的化妝品 然後日常用品 那如果說沒什麼奇怪 其實網路上看說 很多奇怪怪的蔬菜水果 然後還有螞蟻蛋 蜂油蜂窩 那剛才開始真的有蠻多奇怪怪的菜 沒看過叫不出名字 沒有看到螞蟻蛋 如果有我還蠻想試試看的 那小吃的話 真的有些是在市區裡面看不到了 沒看過 我剛才吃那個黃的糯米飯 沒有剛剛賣的 不知道粽子還是什麼 巴巴 全部都糯米 超飽 我們這邊離螞蟻市市區十多公里 就已經算蠻郊區的地方了 然後來這邊都是 表明是當地的 沒有觀光客 有看到很多穿著少數民族的衣服 大媽在這邊買菜 這邊我猜應該是歹竹吧 所以那衣服應該是歹竹的服飾 好啦 今天雖然 沒什麼特別收穫 沒有看到什麼特別奇怪的東西 就好看感覺去其他的市區 應該沒有再更遠了吧 最近這麼郊區都還是沒有奇怪的東西 不知道再看看 剛健身完 洗完之後 補充一下碳水 第一個今天找上來的這個 看起來像是麻吉啊 有可能像是毛蟲櫃 不知道裡面包什麼 那麵包就花生 那麵包是花生啊 就是花生麻吉 好的 下一個 他跟我講是愛草巴巴 還是愛葉巴巴 那麵包也是花生 花生烤味的桃花粿 其實我不知道愛草什麼味道啊 反正吃起來就會過蛋蛋的草味 蠻香的啊 好吃 然後最後一個 粽子 感覺不是正三角形耶 那樣 有一頭比較尖 不知道裡面包什麼 然後它綁的這個 不是用繩子耶 是 感覺好像是 竹子消下來 非常奢侈 用了五片月子 哈哈 不知道它黃黃的是什麼 可能是綠豆 應該不是香蕉吧 應該是綠豆 鹹鹹的 那麵包一塊鹹豬肉 那麵包一塊鹹豬肉 跟台灣好像沒看過會包綠豆的 呵呵呵 我剛剛吃到越南都會包綠豆啦 然後還有 聽說香港的好像也會包綠豆 應該還沒包什麼料 等於只有莫米 然後 一點點綠豆的口感 還有那個豬肉香氣 跟台灣種子也蠻像的 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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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